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面是一个连结的整体 虽然是一个看上去连结的整体 但是它其实拉开之后会从比如以它为例 其实也是有1 2 3 4 5 也是有5个花瓣组成的 只是中间它不像一般的我们看到的月季花 或者是桃花那样一半一半的完全分开 它没有 它中间在这个地方它连在一起了 所以整个上面是一个连接的一个整体的花瓣 其实内部仔细看它是分了5个区域的 然后下面有一个小桶 它是一个攀腾的植物 它的叶子根据我在群里也发了 让大家仔细观察了 根据品种的不同 我们给它看到也有不同的形状 我们给它分成有这种三个叶组成的 也有新型的 有宽一点的新型的 也有窄一点的新型的 那么在今天我们呈现的是这种形状 然后今天我们学习这种 天牛画的莫古画的方法之后 朋友们可以申去自己写生的那些 采缝的那些图片来进行创作 首先这种 我们今天这个画所需要的颜料 这个天牛花颜色很多 大部分可以分为以紫色为主 和一种霉红色为主 这两种是最多的 今天我在我们的画里展现的是一种 这种紫色花瓣为主的 如果大家用中国画颜料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颜色 它叫藕紫 我们可以采用这种颜色 如果你没有这种颜色 你可以用大红和花青色 我们进行调色 也可以 还有青莲都可以进行调色 那我们今天我们用这个藕紫色 我们直接用这个藕紫色 我这种颜料也是一种颜色 大家可以看一看 用这个颜色 我们把它拿一个小盘子 我们如果挤薄化颜料 就把它挤在这个盘子的边缘上 前说过 这个颜色 胶 夏天的胶 你看出来这些水前面的这些 都不能要 这些画画是不用的 把它擦去 把它擦去 出来的这是胶 为什么我们这个颜料呢 能够固定在我们的这个画面上不脱落 是因为它里边有胶 夏天的时候 这个胶吸收是比较厉害的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胶 大家看 比如这个胶 这个胶呢 我们不用它擦去 擦去 好 我们以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为主 但是这个颜色的纯度太高 我们要在这个颜色中调入一些 调入一些红色 我们可以用大红色 给它今天调一调 我用一点点 大红色 我只会用一点点 用一点红色 给它加一点红色进去 加一点红 加旁边 加旁边 一点红色 我们给它调一调 毛笔把它调出来 多调一点这个紫色 再调一点 因为花几朵花 然后在这个花里边 多多少少加一点点点 在这个旁边这 加一点点 这个红色进去 好 我们要一个 就这样的颜色 你看 大家看它的吸收程度 我们画墨谷画的时候 上节课说了 用的是熟轩纸 我们用到的是熟轩纸 因此呢 我们用熟轩纸 它的颜色呢 它在画面上不会晕开 因此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画呢 颜色第一多调一些 第二呢 我们可以这个水分啊 更容易好掌握 我们可以多调点水分 我们因为要存在 这个晕染的效果 所以我们这个颜料呢 首先呢 刚开始的时候 要把它调到稍微的 稍微的这个 浅一些啊 以便于后期的渲染啊 好 那么一支笔呢 我们用这个 刚才我们调过颜色的笔 另一支笔呢 我们用清水笔啊 清水笔啊 以便于我们 你看 两个笔是不一样 大家看这个笔的这个头啊 这个前面有一节这个 熟褐色的这个啊 是色笔 这一支呢 另一支头大 大一点点的是水笔 我们要拿两支毛笔 我们可以一手支两笔进行画 也可以 单手支笔啊 呃 大家如果方便的话 就多准备几支毛笔 好 我们在这个构图上 我们看一看啊 它是取续是从左下 到右上 嗯 然后这个 在画面的右上方比较紧密 左下方呢 是稀疏的 只有一朵 一二三三朵盛开的话 然后左下只有一朵 除此之外呢 它有两个画包 这个呢 是啊 好像是开拜了一样啊 这个呢 是含苞待放的 其他呢 是花孤朵啊 在这个画面的最下方 也有一朵 这个地方也有一朵啊 这也有一朵 好 那我们下面呢 就开始画啊 开始画 我们把这个画面呢 啊 在这个整体的画面上 我们把它分为四部分 我们在左上方开始画啊 从左上方 你看 还是要横中线和竖中线 分开 我们从左上方看 这个地方是留白的 一定要把它留出来 左上方 我们说以白当黑 假装 就好像是我们在构图中啊 它已经设计成 留气口的地方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啊 不会画 就相当于 就是说给它留的位置 就是这样的啊 然后从这个 基本上画面中间的 横中线和竖中线的交叉点 然后在这个地方 稍靠上一点的地方 我们开始画我们的第一朵啊 因为天气热啊 我们找一个这个餐厅值 放在自己的手下边啊 好 然后垫住啊 因为会 不然的话会漏漏 我们一般呢 是从这个横中线和竖中线的交叉点 从这个地方 稍靠上一点的地方开始画 画的时候呢 注意我们是从 我是从 从这个 呃 大家要注意这个花头 我们删画这种花 然后上面三半 下边两半 就是上面大 下边小 因为透视的关系啊 我们开始画 呃 大家总体呢 像一个呃 扇形 然后我们从边缘开始向中间画啊 开这啊 你看啊 我们从这个边缘处 叫它往中间去一点啊 啊 根据这个什么呢 即使调整我们的颜色啊 你看我们上 让它上边上去 哎 它像一个心形吧 它是 像一个心形啊 然后往中间去 画到这儿的时候 停一停 然后再往下来 我们基本上都只画一半 然后另一半呢 用这颗 旁边的这个水笔 去把它往中间带一带 把它往中间拉过去 它这样是不是就有个自然的渐变效果 是不是 它是不是有自然的渐变效果 我把这个头呢 给大家拉得近一点啊 让大家看更好的看清楚 好 把这个头拉近一点啊 现在我们把这个摄像头 往下放一放 看整点啊 那往下再放一放 好 看这里啊 看我们这样的话 让它边上我再来 我们趁虚在边上的头这啊 你看我再来 你看我再来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看 然后呢 把这个饮料呢 往中心带 它就有个自然的渐变效果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 这是第一把 第一把 第一把 我们画的第一把啊 好 然后呢 我们画第二把 好 好 我们手里 左手手里 拿一张 这个 餐巾纸 我们把它揉一下 就用于随时 调节我们手上的 笔墨的水分啊 好 我稍稍给它 中间这个地方 你比它稍 稍远一点 给它带一笔啊 稍浓一点 你看 有一点点 代表这是一个分界 把这儿来啊 好 然后我们画 这是第一个吧 我们画第二个 从这儿来 我们仍然是这样 自己调这个颜色 往中间来 让它往中间去啊 好 这一半是最大的 这一半是最大的 因为它在边上 它离我们最近 我们说了 近大 远小 好 看 我们画完了之后 把这个笔呢 就往中间 拿水笔啊 往中间给它 往中间去啊 这样画 这个直播就 就是这个直播架呢 有点挡我的笔 画的时候呢 大家会听到叮叮当当的声音 就是碰到这个架子 那是第二半 我们也可以把它整体 就是说 这一个算一个比较大一点 离我们最近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中间留水线 不留水线 不留水线有什么缺点 就是它容易 你看 比如我这儿如果不留水线 不留水线的话 它的颜色容易碰在一起 碰在一起 但如果干的话 因为我们夏天嘛 比较容易画这种画 干得快的话 它干了就不会碰 它就会有一个自然的渐变效果 往往这旁边拉 对不对 我们 你心里要有一个花形 是一个椭圆形在这 有一个椭圆形在这 我们用这个笔呢 最好是用那个白云笔 它含水量是比较好的 你看我们要这种边上浅 就是中心的地方比较浅 然后头这个地方比较重 我们要这种感觉 你看我们是把它分成 中间去 分到这儿的时候 找一个 找一个纸巾 稍站一下 哎 它就少了 你看 越往中间让它越浅 然后再来 它是不是有一个近 远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们画的时候要调节一下 你看比如说我的笔 这种墨烧 我把这个盘子也往这儿放 大家能看到 这边来一点 大家把这个盘子也放这儿 我们去蘸这个墨 你能看到 蘸这个颜料 颜色 紫色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它的 我们把它分成一个半一个半的去画 而不是说一下画了很多 这样的话它才有变化 我又占了一下这个紫色 然后它这个头这个地方重一点点 你看这儿重一点点 哎 这个这一片 好不好说大一点 像一个星星 然后呢 让它中间收 我转入颜色 让它有一个慢慢的这个 暈染这样的变化 我画了一个这样的形状 是不是 嗯 我先把这个花头放点 让它稍微干一点 如果我觉得这个颜色不够 我可以再往里加 但是 呃 花的颜色呢 一定要 一定要 这个等它干了以后 然后 呃 然后重新再画第二遍的时候 要重新再过一遍 如果颜色不够 第二次再重新补色啊 嗯 然后先把它放这儿啊 我们不画第二朵 我等会儿都先把花头 画出来 第二朵要比较红一点 我要加入 加入一点这个红色啊 不知道哪儿 就是碰这个杆 太 往下来点 看我调颜色的时候 加一点红 加一点红 我让这朵花呢 比它红一点点 啊 红一点啊 这个花呢 要比它高一点 仍然是从最下边 这个 我临 临画之前 我再沾一点点紫色 让边缘重一些啊 好 你看 我要把它做一个 越画越熟练的话 就越画越快啊 这是扁一点 这个画法 好 我画第二朵 我要撞进去点颜色 我觉得这儿太浅 你看这叫撞色 哎 加一点点 在趁它湿没有干的时候 加一点 叫它撞进去一点 哎 这个就叫撞色 好 然后我再来 然后画上面 画上面这个 从这儿吧 我们要把花瓣给它 画出来啊 因为它是连着 它不像我们那个家伙 它有个特殊性 它是连着的啊 它虽然中间 这个花有一个特殊性 就是它的花 你仔细观察 它其实也是分半的 但是它边缘 它是连着的 所以呢 我在这个地方 没有没有流 很明显的水线的原因 就是这个啊 为啥它没有流 很明显的水线 因为它 它这种花啊 它没有 没有 真正的分开 它还是连着的 其实我是分半画的 对吧 我为啥要分半画 一会儿我们要点 点的时候 大家一看都知道 一片一片的 你看这个花瓣的边缘 不要让它太整齐 我们把这个花瓣的形状 给它画出来 对 看第二朵 是不是出来了 这个花瓣啊 然后呢 你看我这两支笔 我都不刷啊 然后我都不刷 把它放一边 最好我说让大家 多准备几支笔 就是这个原因啊 你在画画的时候呢 你多准备几支笔 是非常方便的啊 非常方便 那么我要呢 另拿一支笔 你看 我趁它还没有干啊 它就有点湿的时候啊 我拿出了我的白颜料 换一个盘子 看 我拿出我的白颜料 白色啊 这个是白色 白色 我要在这儿啊 中心这儿 点一下 正式啊 正式让它点成一个像椭圆形一样 这是它的花仙部分啊 正式 让它自己的去去慢慢的熨染啊 让它慢慢的干掉 你觉得它太大了 它扩散的太大了 你也可以刚才用 拿我们用过的这个水柄呢 把它给这个修一下 就是说不要它有太多的水分 简单的给它收一下呢 让它 做一个过度 这个都是可以的 但是中心这个地方 一定要让它是白的啊 白色的 白色的花仙 我们把这个笔呢 还放一边 我们接着画下一个 下一朵 这个花啊 下一朵花啊 我让它紫色多一点 我在这个紫色的边上 看一看 再 调一调啊 我让它紫色多一点的话 我就再调一调 好 我们开始 稍微 我们这个花呢 都画得越画越快 因为什么呢 越画我们越熟练了 越画越熟练 这个往中间 往中间 对 方法就是这样啊 要时常去调整 你笔上的这个颜色 然后画到一半吧 然后就往里 这样收 拿水笔收 往里收一收 这是靠近我们近的画法啊 然后远的 边缘让它重一点 里走 我要这个画本的颜色 稍微深一点点 深一点点 它的原因就是 代表这朵花呢 是刚开的 对吧 比较鲜艳一点 越画我们越熟练 就画得越来越快 看这个就叫撞色 我看这点不够 把颜色再撞一点 撞色 往后边缘 边缘重 对吧 边缘啊 边缘重一下 因为天气比较热 现在就是三幅天了啊 所以它干得也比较快 这个季节啊 适合我们画这种画啊 因为冬天的时候 它干得很慢 就很麻烦 你要拿吹风机去吹它 就先画个像心形一样 先画个像心形一样 把毛笔探进去 往里拉 这是一支水笔啊 两支笔 一支水笔 我们画国画的时候啊 画那个工笔 国画工笔的时候 常常用这种方法 去认为画法啊 只不过我们用 用这种方法的话 它画的速度更快 啊 我们要在这上面 拿水笔往里运燃 如果太多的话 我搁这儿一个那个笔 一张纸啊 看 吸一吸我笔里的水啊 让它 水分多的话就吸一吸 颜料多的话也吸一吸 放到这儿 看 哎 觉得哪个地方不自然 趁湿 你看这儿我觉得 它过度的不自然 我再来一点 再来一点 趁湿啊 一定要趁湿 哎 再染一下 好 这个花瓣是不是也好了 三朵了啊 是不是 三朵 颜色稍有不同 是不是稍有不同 哎 稍有不同 形状也稍有不同 方向略有不同 但是都是朝上的 所以它有一个很好的寓意 说蒸蒸日上嘛 嗯 都是向上开的 都是向上开的 我们再看一下 你看这个边 我故意 刚才我说了 故意把它画的重一点 啊 零画之前再在笔尖 再蘸一下颜色 你看这个花瓣 盘子也不好意思 再拉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紫色的盘子 啊 边缘还是有一点 这个紫色的颜色 把它放边了 我想让它重 我就把笔尖往上面 这个颜色上填一填 那笔尖一定重 对吧 好 我们再来画侧面这个啊 我们把头给它画完 然后再修画叶子 然后再修画这个花 花金 好 这儿侧面啊 有一个 我们画的快一点啊 越画越熟练 越熟练就越快啊 好 这是第一半 往里收 侧面 它画起来 虽然比公笔快 但是它并不是特别快啊 没有大家想的 没有画写意快 几笔就出来了 那个是不可能的 写意是最快的 它有渲染的效果 它特别是那个 它那个宣纸的特性 鼠宣纸啊 跟升圈纸 它是不同的 升圈纸往上一割 它那个颜色 马上就在纸上 它进行 它有一个 渲染的过程 它就一片 一就一片 整个那个花的那个变化 你画瓣的那个感觉 它就出来了 我们这个做不到 我们要 它就更细微 更变化 更渐变 更自然 对吧 它花是不一样的 画法是不一样的 但是 但是 我们追求的效果是一样的 比如说这儿 我让它边上再撞一下 看 搁上 不用管它 让它自己边缘 自己去点一下 它自己叫它 渗化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要再沾一点 底尖再浓一点 因为我要跟它 有一个区分 有一个反瓣 就是 截面出来 八瓣 它是 方向有点不一样的 它是就朝向我们的 就侧面 要多的 所以我要有一个变化 在这儿 好 那我们再趁湿 我们在需要的 加重的地方 可以点一下 它就重 是不是 对不对 我们哪需要重 点一下 让它自然在画面上 形成一个特殊的 记录效果 我们在这儿 再画一个小的 加红色 蘸去一点红颜料 打开 蘸点红的 在这儿 颜色稍微的 放到这儿 我要画一个小花包 这是一个开拜的花 这边我们再画一个 韩苹再放 它像一个球形 画孤独 好 好 这样画完之后呢 我们拿我这支笔呢 我们要调点白色进去 我把这个 把这个也画了吧 下边 这儿 这儿有一朵 然后我们在边缘 好 水笔给它盖一下 好 这是一朵向上开的花 还没有完全打开 现在画的全是画头 一二三 四五六七七个了 我在我刚才这支笔里边 加入 白色 看 我加了太白 我这里边这一盒是太白色 我在这里边调一点太白进去 加入白色 就变成一个稍微浅一点的紫色 粉紫色 好 加上这个颜色 我要画它的花 就喇叭筒 是不是 要画这个喇叭筒 我画了 在这里 要画在这儿画那个喇叭筒 然后这个颜色 加一点 重色 好 这个喇叭筒 好 然后呢 我要在这个地方 继续 好 喇叭筒 我要加上这个筒 我要在下边的更白一点 撞入白粉 加点白粉进去 就它自然的这个 在这个筒上 它自己有一个变化 好 三个筒 在这儿 因为它这侧面 它这个筒就 显得比较宽大一些 在这儿 加点红色 好 这一个筒也出来了 好 然后我们还有两个 加白色 在这上 在这上 它的白色 从这个白色往下去 也是一个筒 也是一个筒 这个再加白色 在这儿 也是要加白色的 往下来 它是一个花筒 加点紫色 这个筒 它是个小筒 先把它放到这儿 修了筒都加上 都加上 都加上 我们在这儿 先把水饼拿上 放在这中心 点一点水 点一点水 我们再把白色 搁这儿去 中间有点白 刚才 这两个 对吧 这个也是 中心的位置 有点白 让它在这儿 慢慢的 干咸 然后先放到这儿 先慢慢的 让它干一会儿 然后我们去 调一个 其他的颜色 拿个笔 换一个盘子 我换了一个盘子 调一个绿色 绿色很容易调 我们用藤黄 加花青 就可以了 藤黄 多调一点 因为花叶子 比较多 藤黄 来看藤黄色 藤黄色 我用 这会儿 我再用这个颜料 因为我这个黄色 它那个管段 要没有了 我用这个黄色 一样 多放一点 黄色 要加水 加点水 拿你的毛笔 在里边摩擦一下 就可以了 黄色 加上花青色 看它这个绿色 就出来了 一加花青 这个绿色 就出来 是吧 加上花青色 这个绿色 我再拿一个盘子 我要把这个花青色 里面再调一点 让它再这个深一点 我就多加点花青 把这个倒进去一点 来看 是不是 这是不是深绿色了 对吧 这两个颜色相对比 这是不是深绿色了 我又加了一点花青 再加一点花青 在这里边再加一点花青 它是不是也绿了 对吧 对吧 我们加花青的多少 就可以改变它那个绿色的程度 那除此之外呢 有一个颜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多要 一定要放进去一点的 你看啊 我放进去点什么颜色 大家这样的话比较直观 大家看 我们要放进去点这实色 实色 我们要放一点实色进去 这个要放一点实色 看它两个颜色有点区别 对吧 一个重一点 一个浅一点 是吧 我们为什么说 让朋友们多准备几只毛笔 这样的话 你可以省去洗毛笔的时间 洗毛笔也是有点费时间的 如果你 如果你 你说我这个不怕费时间 你两只毛笔能完成啊 对吧 就是洗一洗 多洗一会儿嘛 对吧 我们把它在盘子边 我让刮一刮 把这个笔枪弄得紧一点 我们从这个 从这个边上开始 从左边这开始 我开始给它画这个 画托 看 一二三 三笔就可以了 把这个托给它画上 把托画上 来 一二三 把这个托画上 对吧 这也是 一二三 把这个托画上 三笔就行了 一二三 不要太正啊 你看 那稍微歪一点点 这个 稍微歪一点 对了 那自然一点 托画上 玩得太黄绿了 我就再加一点 我就再加一点这个 对吧 一二 三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在这个 调色盘里 我们再找一点绿色 再找一点花青 把它在边缘这儿揉一揉 那稍微重一点 在 在这点一下 好 这个 小小的 这个 嗯 因为它很嫩吗 稍微点一下 好 这个画脱也画好了 我们干 中间干了也差不多了 我们开始 我们很重要的一步啊 我们把刚才拿那只白色的笔拿过来 白色拿过来 白色拿过来 盘子 这么 好 白色 多准备几只毛笔 多准备几个盘子 你用调色盘也是可以的 嗯 用调色盘也可以 用那种 圆盘嘛 不是我们这种小碟子 我们这种小碟子也很好用啊 用这个小碟子 多弄点白色进去 啊 我们要画这个 画这个 画镜你就 就好看了啊 嗯 这个花瓣的 它的特色就出来了 好 呃 我习惯于从中心开始 那我们就从中心开始 从这开始啊 看 从这啊 一笔往中间带 然后从这也是 一笔往中间带 这笔啊 看 哎 一定要让它明显啊 你看 二 然后从这开始往边上走 往边上走 三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从这往边上走 好 中心上的慢慢沿过去啊 再来一笔 从这儿啊 对 往边上走 五个 把它分成五吧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白色的这个 它的标志性的东西画出来啊 然后我们再再画其他的地方 然后再来这儿 再说 一 好 二 你看 这是第二笔啊 这是第三笔 往中间去 啊 然后第四笔 从这儿往中间去 第五笔 哎 还有五个这样的白线出来啊 然后这个也是 第一 第二笔 二 三 三 让它都往中间去啊 往心的部分 让它开始 四 然后这样啊 五 如果像这样的不太明显的话 就再来一次 最后等它干了 再来一次 再点一次 让它慢慢的往中间去啊 好 现在它很白 没有重色 它出不来 以后我们重色一点 它才能出来 从这儿 这个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就是五半啊 就这四个需要点 其他的不需要 好 还是用我们 用我们的色笔啊 你多准备几支笔 你就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画 不用洗笔洗来洗去的 用这支笔 我要把这个深紫色 点一下 拿点 大家看啊 花瓣中间 我们说这个白色的啊 白色的中间 我们说了 白色的这两边 我们说这 往里走啊 一定要把这个边缘啊 这样 你看 它这个花有个特点 这个边呢 一定要的边缘 这样 这些地方 它一定得下去 不下去的话 它就出不来了 一定要的 边缘有重的地方 它才有浅的地方 对吧 都是浅的地方 它就没有 没有这个 没有重的地方 它就没有浅 对比 这叫对比 其实我们说了 这样我们画出来 它才是一块 你看 这个白色这个条纹的 这个左边和右边 往里这样收 它这样才是一块 这个整个是一块啊 然后这边往里收 这样它才是一块 必须的啊 这个地方 它是要重的 它才能分泡 分出来 然后它的变化 才能出来 看 它是不是立体了 嗯 当然就是这样的 它是需要这个 最后这一笔 这个部分的啊 嗯 这个 哎 一个花瓣 一个花瓣的 断开 它是需要这个的啊 看 是不是 这个立体猜出来 是吧 我们要给它断一下的 嗯 一定要注意这些地方 好 你看 这个就不是立体起来了吗 这花就立体起来了 好 我们把这个花呢 就暂时放到这了 开花叶子了 我们快点画吧 要不然就画不完的 我们画叶子 再再调点颜色 这个 那么 好 我们从这开始画吧 叶子 从这个地方 仍然是从这开始啊 嗯 我们画叶子画的快一点啊 我们把这个画的叶子 给它画出来呢 三部分 来 来 是不是三部分 一二三 放点不管它 小童妈妈去哪 在这儿看 好 在这儿再画一个 三半啊 一 二 三 放着 好 这个让它挡住 好 对 我也 在这儿看 就要 对 看 这儿看 正在这儿看 我 我 你 这儿看 那儿看 我 我 感谢观看 这是三道叶子 把这个大形状给它放到这就可以了 我再加一点点重一点颜色 调一调 往这边 我再加一点点重点 感谢观看 好我画了很多的叶子 大家就快速的画就行 让它慢慢的干 让它在这慢慢的干 干了之后我们才好那个勾线 先不勾了 然后呢说一下 这个撞色 像这个叶子 像这片叶子 我想在里面就觉得它 我想让它自然一点 这个叶子 我撞上一点褶石色 大家知道撞色 你看在这个边缘这儿 我点几下 让它在水中直接去 自己去 自己去自然的这种干 干的过程中 它会有一个逐步扩散的过程 然后它自然就会形成一些 我们用笔画不出来的这种效果 比如这个 我想让这个边上 有一点破损 是吧 这个边上有点自然的 有点干枯黄的一个感觉 我就可以点几点 这个就是撞色 刚才我们加白粉的时候 我说了叫撞粉 这个叫撞色 这个叫撞色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画上画咕咚 这儿是画咕咚 这儿有一个画咕咚 画一个画咕咚 青色的 然后呢 我们在它的笔尖 你看我这个笔啊 我都没让它干 然后在这个笔头呢 给它加一点大红 里点 撞色 让它自己去染 好 加点红 因为啥 它泛点红 对 加一点大红 它没有开 我再给加一点紫 有点紫头露出来 这个花包啊 画咕咚 好 然后我就来个线吧 把线 这个线呢 是有点发红色的 我们要加一点大红进去啊 在绿色里面 加一点大红进去 看 你看我这只笔啊 看这儿 笔头加了大红 原来是不是后边还有这个绿色在 对吧 我就是要这个啊 笔头加一点点红啊 前面有一点红 哎 让它上来 你看这个颜色 我让它从这儿上来 有点红啊 但不太红 是不是 然后呢 我就开始画这个 画这个筋啊 从这儿 我们让 呀 少好多花瓣 画了 没时间了 好 从这儿开始啊 让它往下走啊 它是个藤啊 对不对 它是个藤条呀 对不对 我们往下走 然后呢 我们可以 画一些藤 从这儿过来 你看 这个笔上的墨色 它自然有变化 藤啊 没关系啊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 画一些 缠绕的绳质 对不对 哎 好 对吧 我们可以画一些 它的质干 太红了 我就再加一点 绿色进去 葡萄藤 也是有点红 有点绿 对吧 那会画这个 也就是葡萄藤 也是这样画 对吧 哎 你看 这些 都让它画出来啊 好 画一些藤蔓在上面啊 我简单的讲一下时间问题啊 然后呢我们要画最后的 最后的这个花朵的部分 我要给大家再讲一讲 讲完了 其他的我们在客厦可以就再做啊 这个花 这个花朵 好 我把这边的叶子翻叶一个 缓叶也给他画一下 好 这个叶子翻过来 我们用这个颜料啊 最后说一下我们要点他的花朵 花朵呢我们用大量的白色 还是我们这个盘子啊 大量的白色 然后我加上一点一点的这个黄色 这个黄色 因为只用这个藤黄色 这个颜色呢它太 它是植物色 植物里边体验出来的 所以它很遮盖性不强 它出不来这个颜色 看我们刚才呢 时间问题啊不再等了 然后在这啊 点上 一二三 点在这啊 找它的方向啊 最好那个颜料厚吨吨的 这样比能这样竖直立起来 点它 厚点啊 颜料厚一点 好 点它的花蕊啊 这个是在这边 在这啊 这个是在这 好 我们的花蕊点完了之后呢 就是最后一步 嗯 最后一步 我们找一个 我们要在这里面调入更多的花蕊色 去勾这个燕麦啊 燕麦一勾就结束了啊 燕麦从这儿勾 从这儿啊 先从中心的部分往边上 这个颜色还不太干 但是朋友们要等干了再花 因为我们在课堂上没有时间等了 干 先勾中间啊 再勾两边 错了 比如说这个 从这儿开始 你看 哎 先把这三个勾了 然后再往下勾 啊 这个是一样的啊 先勾这三条 它是三把叶子的基础 啊 好 要讲的就是这种侧面呢 不是直的弯弯的像啊 好 然后 都是这样 很快就勾好了 这个侧面我要讲一下 这个侧面不能那样勾啊 这是个侧面的 你看 你看 我们这样勾 哎 这是个侧面的 这边是个侧面的 这样一画侧面的 也就出来了 对不对 侧面的啊 这个也是 要等干了再勾啊 我们是没有时间了 好 这个要等干了再勾才好啊 现在我们是时间不够 好 然后呢 我们再 这个画完了之后 我们再调一个 腌制色 在这个小的花头上 画几条螺旋线 这样斜斜的 悬一下 就像那个花包 没有打开的那种 形状啊 好了 最后再检查一下画面 再进行 你看 这儿 少了一个 再检查一下画面 不足的地方呢 可以再进行修改 因为它是 可以再添加 因为它是 鼠圈纸啊 它可以 它可以 有这个 修改的这样的一个 机会啊 在这儿再画一个小叶子 在这儿 再画一下 看 好 整体这幅画呢 就是在没有干的状态下 我们现在没有干啊 整体看一下 好 这幅画啊 我就画好了 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画藤条的时候 你注意 画藤的时候啊 注意 让它这个 有出处啊 你看这个花 比如说这 从这儿过来 你看 从这儿过来 往这边来 这儿穿过去了 对吧 第二个呢 一定要连 第二个一定要注意 它不要都是平行的 一定要有变化 最好不要出现平行线 如果稍微平行 比如说这里 比如说这里 稍微平行的话 我们一定要有破的质感 去把它打破这个太规律的一个状态 太规律的状态 好 这样呢 这幅画基本上就完成了 基本上就完成了 我们需要做什么 我们需要做什么 我们下面呢 如果同学们完成整部画面的时候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呢 进行落款 进行落款 根据自己的喜好 进行落款 大家可以把款落在这儿 落在这个地方 如果 如果你说 我想画一只蝴蝶在这里 是不是也可以 是非常好 对吧 在这儿可以画一只蝴蝶 如果你再画了一个蝴蝶 就不用写字了 把你的这个姓名章 往这儿右下角一压 就是一幅 非常完美的构图了 好了 我们这节课 就上到这儿 同学们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下面再问 好吧 我要讲了一点 就是这个 这个勾线 再强调一下 一定要干了再勾 然后如果你不干勾了 会是什么样 大家看一看 这个我们就是不干勾的 为了告诉大家 很粗糙 然后跟旁边的颜色 生化在一起了 如果你等这个干了以后 完全干了以后再勾 这个叶脉就非常的清晰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出来 叶脉就非常的清晰 干了以后 再勾埋 勾叶脉 好了 这节课我们就暂时上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呢